好 我去开厦门 惊喜 谁啊 哦 不是 他 他是我发小 这女朋友吧 怎么 没听你提起过啊 不是说你喜欢有女人味 身材好的吗 现在换口味了啊 也不知道 阿姨能不能接受这种风格啊 对了 我刚下飞机 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 这段时间 就先住你这儿吧 哦 我跟她跟兄妹一样 早子应该不会可以吧 我去一下厕所 哎呀 哥哥 养个女朋友是不是挺费钱的呀 啊 我看嫂子花妆品可都是些大牌 你工作也挺不容易的 还是多花些钱在伯父伯母身上吧 应该是我叫的菜鸟果果上面去见到了 你好 我是菜鸟果果的快递员 请问哪位是成绩虚拟师 我来去见 我就是 就这些吧 稍等一下 谢谢啊 这么点东西 还要上门取件 要一起长大 阿姨要是喜欢你的话 应该早就在一起了吧 这点数 你没有吗 卡卡哥哥 看来嫂子不太喜欢我 我还是走吧 这可是你要走的 我可没赶你 怎么 还想留下吃饭呀 狗粮好吃吗 妈 爷爷 回来了 琪琪 妈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你 想提升给那么个惊喜吗 你这孩子 张老师来了 你爷爷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 这老年痴呆症也越来越严重了 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的 腿脚也不利索了 爷爷 我是琪琪啊 琪琪在学校还听话吗 琪琪在班里可优秀了 各科成绩都是前几名 那就好 谢谢张老师 哦 对了 张老师 这次琪琪最爱是零食 她要是听话的 就给她吃一点 这人老了也真是 身体啊 一年不如一年 尤其是这两年 情况越来越糟糕了 要不我把你们接到城里去吧 平时也好有个照应 爷爷说过 像扎根在老家 他不愿意去城里 爸 爸 琪琪 你爷爷不见了 爷爷 妈 我再出去找一找 爷爷 张老师 张老师 琪琪怎么还没出来啊 是不是又没按时完成作业啊 琪琪已经回家了 咱们也回去好不好 回去了 你看我还专门给她买了爱吃的零食 琪琪在家等着 咱们也回去吧 放心吧 只要我开口要 我妈肯定给 把大家都照上 今晚的消费 我买单 不是刚给了你钱吗 怎么 还不够啊 马上舞蹈比赛了 要买一套剧目补装 好好好 妈下午就打给你 张阿姨 咱们公司不是有食堂吗 饭菜也便宜 没事 我就是这个 哎 琪总 琪总 我想找你预知点工资 我女儿马上参加舞蹈比赛 得给她买套裙子 这是好事啊 行 你去财务点领吧 我还怎么安心比赛呀 你 你 你小声点 不是吗 不给你买 你那个包太贵了 而且 你那个阀部包不是没坏吗 等坏了咱们再换 啥都等坏了再换 那等你女儿坏了 你直接换个女儿吧 你这孩子 你怎么说话呢你 我给你买 琪总 对不起 琪总 这是我女儿 我马上带她走 没事 你不是想要个包吗 我给你买 真的 真的 只要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来这儿 帮你妈妈上一天班 行 没问题 纯姜 诶 张阿姨 你女儿是舞蹈生 可不能爬雷爬直播 琪总 要不还算了吧 那我承受她在心 肯定要兑现她 这 放心吧张阿姨 我自己有安排 累死了 我干完了 八呢 怎么就五十块 我八呢 这是你妈妈一天的工资 你觉得她要像现在这样干多久 才购买你一个名牌的包 你妈妈平时省吃仅用 一个馒头都要掰成几份吃 你以为她喂了什么呀 你站在她的肩膀上看世界 有什么资格嫌弃她给的不够多 妮妮 你在这儿啊 到处找你 你中午饭都没吃吧 来 先吃点 垫垫肚子 妈 我错了 傻孩子 妈不怪你 待会儿你别乱说话 一切行动看我眼神行事 怎么见你妈妈 你比我还紧张 妈我回来了 这是我男朋友阿豪 阿姨好 快进来吧 女儿 大冬天穿这么少 不冷啊 阿姨 琪琪她不怕冷 而且她这么穿 多好看呀 多鲜瘦啊 阿豪是吧 我就直说了啊 你们两个的事 我是不会同意的 妈 为什么呀 没有为什么 总之你注意一点 我妈很严格的 放心吧 妈 这是我男朋友小姐 过年好阿姨 哦 好 快进来吧 阿姨 这是我给您买的半山农红参片 冬天来了 您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啊 这是长半山的红参 您用它泡水喝特别滋补 对身体好 哎呀 这孩子 不用花这些钱 妈 您就收下吧 她来之前做了好多功课 问我你喜欢吃什么 喜欢喝什么 最后选了这个 好 好 妈 这次你怎么 傻丫头 我开门看见你穿的 没有上次担保 妈就知道 这个人 你找对了 琪琪起床了 嗯 做的什么早餐啊 给你做的粥 喝热水 嗯 就喝一口 喝热水 我好了 走吧 来 把这个穿上 哎 我不穿 美女是不怕冷的 可是我觉得你冷 你爸爸自己太烫了